中国的城市 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作为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展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多元魅力 这些城市不仅是交通枢纽,还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吸引着众多游客和企业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位于中国北部,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北京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工作的地方,还拥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如故宫、天安门广场和长城 北京的历史与现代化并存,它不仅承载着中国的过去,也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 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的象征和国际交往的门户,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具有深远影响 上海,中国最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素有东方巴黎之城 作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上海以其繁荣的金融业,先进的科技产业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 上海浦东新区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聚集了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 而上海外滩则以其历史悠久的建筑和繁华的商业街而吸引了无数游客 此外,上海还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等 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也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作为中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 广州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广州的经济发展迅速,以其发达的制造业、贸易业和服务业而闻名全国 广州白云机场是中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之一,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城市 此外,广州还拥有许多著名的景点,如广州塔、中山纪念堂和陈家祠等 广州的繁荣和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创新能力而闻名于世 深圳是中国的科技中心,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 深圳的科技创新园区,如华为总部和腾讯总部,是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基地 深圳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深圳湾和梧桐山等 深圳的繁荣和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科技产业的进步,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